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机师阿凯 我是机师阿凯 飞机有很多不同的款式,不同的设计 飞机引擎的种类也层出不穷 有网复式发动机啦,喷射机啦 前面有风扇的啦,有螺旋桨的啦等等 虽然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都是提供推力 但由于他们的构造不同,操作方式不同 他们的启动方式也会有出入 今天我们要回答黄澄亭和Sam Jin Liu的问题 他们俩问可不可以讲解民航客机空发A320的开车程序 用鼠时启动的飞机又是怎样start engine的咧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在我当上飞机师之前 我也是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奇的 在油管你可以看到很多示范开车的影片 我们可以选择盲目的跟着他们坐 不明白为什么要按这个按那个 虽然只要你背到完所有的步骤看起来就很酷了 可是我们这里是智慧型的影片 所以我们将会在这里讲解每一个关键的步骤和他们背后的重要性 最后Zin Liu也问我们如果飞机没有飞很长时间了 重新启动的时候要怎样开车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程序咧 那这支影片只是分享而已 不是教育题材 我是没有跟着Jack List走的 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啊 事不宜迟 马上进入正题 那些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还是第一次来到即时阿凯频道的朋友 请你帮我点击一下订阅按钮好吗 谢谢你们 我们先说用锁匙启动的小型飞机是怎样开车的 你只需要电力跟燃料 因为和你的汽车一样他们都是使用Piston Engine的 你只需要把锁匙放进去扭一扭 然后引擎就会启动 相当的简单 当然你必须确保Fuel Bump还有Fuel Selector是开着的 让燃料能够供应到引擎里面 不然你在怎么启动引擎也不会早 之外你也少不了电源 因为大部分这些飞机的starter都是用电力发动的 这些电源都来自你的电池 水弯一电池没电了 飞机就很难启动咯 非常简单 当你流动锁匙的时候 电源会流到你的starter 他便伸出一个小齿轮连接到你的引擎主轴 并开始转动 当主轴转动的时候 引擎里面的Piston就会抽入空气和燃料 Spark Plug也会开始产生火苗 几秒后引擎就可以自行运作 启动程序完毕 看回去一战时期的飞机是 没有starter的 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个人站在前面 大力的拉动螺旋桨 我们叫hand prop 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因为螺旋桨直接连接到引擎 你转动螺旋桨就等于转动主轴 之后就和以上我们聊的一样 实际上有starter的飞机 你也可以使用hand prop这个方式来启动 只是我们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很危险 了解了启动引擎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到KONTA A320的驾驶舱 喷着机需要电力 燃料还有气压 这三样东西来启动 为了方便讲解 我们从Cold and Dark Cockpit开始说好了 所谓Cold and Dark Cockpit就是 没有电源 没有气压 没有液压 什么都没有 冰冰冷冷 黑黑暗暗的驾驶舱 在民航领域 其实我们是很少会从这里开始的 因为当机师来到驾驶舱的时候 一般上工程师已经做好检查 飞机已经开始添油 地勤人员已经开始上货 乘客已经站起来排队等待登机 一切都是很忙的 但为了让大家理解整个程序 我们只好从这边说起 主要还是因为你们电脑的 Flight Simulator都是从这边开始的嘛 在正常的情况下 你首先必须打开电池 在你的头顶上中间这边有 Bad 1跟Bad 2 按下它们后 电池就会开始供应重要的系统 你机舱内开始有灯 那些萤幕也开始亮起 飞机就会好像睡醒了一样 记得在真实的环境中 你不会想到电池长时间供应你的飞机 因为电量有限 我们启动电池 是因为我们需要用电池的电量 来启动辅助引擎 ABU而已 检查一下 确保ABU的防火系统正常运作后 我们便会立刻启动ABU 同样在你头顶上的板面 最前面最中间的两个按钮 先按上面的Master Switch 然后稍后片刻 给飞机一点时间打开 ABU的空气入口 然后按下第二个键 Start ABU需要大概一分钟来启动 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 你可以利用电池的电量来启动 基本上它刚才小飞机的相似 只是在这里它是Turboshaft Engine而已 当辅助引擎启动完毕后 它就可以供应我们电流了 这电流的用途很明显 灯光啦 种种的系统啦 当中就包括我们的FEDEC 之外你可以在这两个按钮的上面 找到另外一个APU Bleed的按钮 诶不是POP window click不要按错 它上面的那个APU Bleed才对 打开APU Bleed后 飞机就有气压了 那我们即使来到驾驶舱的时候 一般上它是属于这个状态的 我们会从这一边开始 目前的气压只是供应我们空调而已 有关飞机的空调 改天我会再拍一支影片来讲解 但实际上是气压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就是帮我们启动主要的发动机 在这之前 我们会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完 从Security Check Safety Equipment Check 设立我们的FMGS 到Briefing 向塔台申请我们的离境许可 文件处理 清单 等等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的准备工作之一 是在添油完毕 确认我们的燃料数量后 打开我们的Fuel Balm 因为待会儿开车的时候 你需要Fuel Balm 来提供燃料给我们的引擎 哎你猜对了 他们是电力发动的 当然我们也会在这个时候亮起 安全带警示灯 但这与启动引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不多说 不要忘记 Before Start Checklist 很多人误解 这不是读着做的 Checklist 机师必须先凭记忆 把该做的都做完 再拿出 Checklist 确认多一次 所以在我们读清单的时候 一切早已完成 一切准备就绪 推测出来 与地勤人员确认安全后 我们就会正式启动主要发动机 在我们的油门后面 有这个开关 我们叫 Engine Mode Selector 把它转向右边 去到 Ignition Start 这个动作会告诉飞机 引擎即将被启动 Fedex系统全面戒备 Fedex是 Full Authority Digital Engine Control 飞机的两个主要发动机 都是由这个系统来控制的 包括它们的启动程序 一般上我们会先启动 Engine 2 我们右边的引擎 但两边的引擎 启动方式都一样 当你把 Engine Master Switch 拉上来的时候 启动程序正式开始 即使只需要观察Ecam 确认一切正常而已 记得我刚才说 APU的气压帮我们启动引擎吗 是的 基本上这气压会吹向我们的 高压涡轮 High Pressure Turbine 这会直接转动我们的 高压压缩器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又或者我们的 N2 当N2来到16%的时候 引擎点火器开始启动 产生火苗 N2来到22% 燃料开始灌入引擎 并开始燃烧 15秒之内 我们的EGD会增加 N1会开始转动 当N2来到50%的时候 刚才启动整个程序的气压 会停止供应 我们的点火器也会停止操作 如果没有意外 这个时候引擎已经可以自力运作 我们可以继续启动另外一个引擎 而这程序只需要重复多一遍即可 完成后可以把 Engine Mode Selector 转回Normal 通常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灭掉辅助引擎 然后开车程序就结束了 以上我说的数据会跟着不同款式的引擎而改变 比如说 A320-214-216-251 都有可能会有差异 但它们具体的秩序还是一样的 那如果没有APU 那等于没有气压咯 没有气压我们怎样启动引擎咧 那这时候地勤人员就会找来一架 AIR STARTED UNIT ASU 这家伙会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引擎来提供气压 之后的程序就跟我们以上聊的一样 那我们知道因为新冠病毒现在全球的航空领域受创 很多飞机都被迫呆在地面长时间没有飞行 航空公司让飞机冬眠 Harbonate 甚至长时间储存在价格比较便宜的停机坪上 那这样久没有飞重新回到服务的时候 我们机时会不会有比较特别的启动程序咧 其实没有 诶别急 有这个顾虑是正确的 毕竟我们的汽车停泊太久也会坏掉 可能还会无法启动还是什么的 实际上飞机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电池没用久了电源会流失 引擎没动久了里面的零件会生锈 就连飞机轮胎不卷久了也会扁掉 所以当我们决定要让飞机冬眠的时候 我们的工程师团队是必须做很多事情的 那可能就包括移出我们飞机里面的电池 另外收藏 把引擎内的润滑剂取出来 再灌入防锈油等等 在冬眠期间每隔一段时间 也会有专业人员来检查并维护这些飞机 给飞机零件上游 稍微移动一点 让飞机轮胎可以经常转动这一连串的工作 直到飞机又要重新投入运作的时候 这些劳苦功高的工程师们 又必须花心思 把我们的飞机从冬眠中唤醒 检查测试 确保安全后才把飞机交给机师 如果航空公司没有让飞机冬眠 那飞机就必须定时启动 可能我们安排他一个星期至少飞一趟 不然就要定期做engine ground run 让他有机会活动活动避免生锈 所以交到机师手中的时候 这些飞机是跟普通的时候一样的 我们的操作方式也相同 当然这一切必须归功于地勤人员和工程师们 因为你们机师才能够轻易安全的在空中翱翔 好啦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你帮我点一个赞 然后帮我分享到其他的社交平台上 让更多人看得见 想看我其他影片你可以点击这边 或是这边 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下个星期间 我是机师阿凯 祝你旅途愉快